黄金价格大幅下挫,逼近预期价格1800美金附近 本期视频将通过对黄金近期价格表现走势的预期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 大家好,我是GoMarkets,澳洲券商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最近很多人问我们黄金能不能抄底,我的回答都是不能 在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 公布出来的利率态度非常的坚决,说美联储拥有降低快速通胀的工具和决心 并且重申未来两次会议上各加息50基点是合理的 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央行现金存款利率将在今年突破2.5% 加息节奏预期比此前要在三年内完成20.5%的加息预期要更为强烈 甚至在未来单次会议上有可能会出现加息75个基点的情况 未来美元价格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被打开 而与美元价格相反走势的交易产品价格可能会继续被承压 我们对黄金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依旧是从政治经济央行三个要素来考量 目前整个国际局势政治局部冲突依旧存在 但是军事冲突的风险影响力持续下降 对黄金的影响逐渐减弱 第二点在经济逐渐复苏的背景下有利于大家购买黄金饰品 或者加大工业黄金的使用 那么整体经济复苏对于黄金价格的需求和价格上涨起到了一定的支撑 而央行的加息则是第三点对黄金产生了较大负面的影响 因此从参数价格上来讲 我们对于以上三个要素进行了一定的参数预测 政治属于风险和不确定性 经济属于经济扩张 央行代表的是机会成本 分别来自于利率和汇率的影响 因此在最新的四月份 我们看到央行对黄金的价格产生了11%的负面影响 传递到黄金价格上 最终价格会向1800美金靠近 最终短期黄金价格抄底的行为 偏向于投机 中长线黄金布局的机会还没有来临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想了解更多市场相关近期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